大家好,我是Epicxia,今天要带给各位的是历史上的黄中 在三国志里面,黄中的记载是最少的 但不论如何,到本期视频为止,五虎将算是全部都做完了 感谢各位在以往的视频里对我的支持和纠正 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黄中自汉生,生年不祥,生于大汉十三州之一的荆州南阳郡 公元192年,当时已经成为荆州墓的刘表 将黄中封为中郎将,并且派黄中跟他的侄子刘盘驻守在长沙幽县 就这样度过了16年,来到了2008年 这一年曹擦南下得到荆州后,让黄中代理辟将军 仍然在长沙驻守,从属长沙太守韩玄 公元2009年,刘备平定了荆州南部四军 黄中跟着韩玄一起投降了刘备 并且在211年跟随刘备入川 公元213年,刘备和刘章决裂 刘备军从加盟关开始进攻刘章 黄中经常冲在最前线,抢先登上城墙 黄中的勇武和毅力都在军中无人能比 一年后,公元214年,刘备进入成都,将黄中封为陶鲁将军 五年后,公元219年,刘备军和曹军在汉中对峙交战 当时的曹军的主将是夏侯渊所率领的都是精锐部队 但是黄中极力士卒,一往无前,一战就斩杀了夏侯渊 此战过后,黄中被封为了征锡将军 同一年,刘备成为汉中王,封黄中为后将军,赐决关内侯 一年后的200年,黄中去世,他的儿子也早逝 所以没有后代,40年后被刘善追逝为刚侯 纵观历史上的黄中,和演义里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在刘表的麾下浪费了16年的大好时光 还好后来遇见了刘备,也在汉中之战当中 斩杀了曹军的大将夏侯渊,使得他流明于历史 好了,谢谢大家,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Epic象,我们下期再见